祝我們回宮到島嶼 時隔三天再度受邀到 嵩山慈惠堂參拜 普渡期間 民進黨台北市場參選人 陳時中敗廟走不停 巧的是前一天晚上 對手蔣萬安才來過 下午還要先後出席 執伏宮普渡 兩人形成高度重疊 雖然沒碰面 但煙消味少不了 或許是預測國民黨 藉由普渡大作疫情受難者文章 陳時中致詞聚焦防疫 但發言再謹慎 蔣萬安還是見縫插針 怒嗆好大官威 而陳時中隨即透過臉書滅火 認為不該用短暫生命 製造他人痛苦 公開受訪也不再忍讓 好大的官威 這句話就蠻有意見的 我努力的在尋求大家支持的候選人 那也得到大家很多善意的一些回應 我沒有任何的官職 那倒是蔣先生現在是立法委員 藍綠隔空交火 根據網路溫度計最新民調 蔣萬支持度兩成八 陳時中以兩成六緊追在後 黃山山支持度兩成四排第三 面對蔣萬團隊出招 先是扭曲話語 再找里長合體 陳時中也火速拆彈 蔣萬陣營現在是快速的攻戰版面 但是這個攻戰版面 你了不起一天甚至只有半天 我們馬上會回防嘛 抹黑的陣營他就會發現 他其實完全是沒有加分的 面對敵方撲面而來的輿論戰 陳時中直覺式回防破謠言 穩住支持者信心 隨著選戰逼近 來率晉升攻防只會越來越激烈 三菱新聞 劉安靜樂美軍營推特報導